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九章的第二节耕地占用税法 耕地占用税呢也是一个小税种 是在全国范围内对占用耕地干什么呢 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实际占用的应税土地面积和规定税率 一次性征收的税种 它属于对特定土地资源占用课税 耕地占用税呢已经正式立法 并且呢自2019年的9月1日起实施 本节的第一组考点是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义务人与征税范围 耕地占用税纳税人他的一般规定呢 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用耕地 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但是由于呢在我国占用耕地有经批准占用的 也有未经批准占用的情况呢比较复杂 所以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义务人如果具体来看 又分为建设用地人用地申请人和实际用地人 那具体呢我们来看我列的这张表 如果是经批准占用耕地的经批准 而且审批文件中呢他就标明了建设用地人 那你都标明了那是人呢就是这个审批文件中标明的建设用地人 那么假定虽然是经批准占用耕地的 但是审批文件他就没标明建设用地人是谁 那在这种情形下纳税人呢就是用地申请人 有审批肯定是有人申请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标明建设用地人的 经审批的纳税人就是用地申请人 但在这里呢又有特殊情况了 其中如果用地申请人是各级人民政府的 那由谁纳税啊 由同级土地储备中心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或政府委托的其他部门单位 去履行耕地占用税申报纳税义务 所以在这用地申请人如果是政府的 我们还要找他同级的土地储备中心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或者就是政府委托的其他部门和单位 来履行耕地占用税 申报纳税义务 接着就是没有经过审批就占用耕地的 纳税人是实际用地人 这样呢通过这张表我们就理解 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在实践中可能会涉及到建设用地人 用地申请人和实际用地人 耕地占用税的征税范围呢 包括纳税人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耕地 所以呢这里的耕地有国有的有集体所有的 你占用了搞非农业建设去建设建筑物构筑物啊 需要交耕地占用税 接下来给大家列了一张表 学员朋友们要注意 我们要想学习耕地这样税呢 先要理解耕地的范围 然后再看一看什么就叫占用耕地了 在这呢我们先看耕地范围 耕地呢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那我们平时说卖浪滚滚到花飘香的地方那是耕地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耕地的范围中还包含有农用地 所以在这我们一定注意区分 耕地农用地 这个农用地呢具体包括原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 愉悦水域滩土和其他的农用地 这些农用地看上去 它不是卖浪滚滚 到花飘香 但是呢你看 原地像果园啊 花谱啊 还有呢林地草地等等 甚至于养殖水面 如果占用了这些农用地 去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从事非农业建设 也是要按照耕地占用税法的规定 去缴纳耕地占用税的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什么是耕地占用 首先就是刚才说了好几遍的 占用耕地去建设建筑物构筑物从事非农业建设 这个是耕地占用 另外我们再看 因挖损 采矿 塌陷 压占 污染等 损毁耕地 也属于你搞了非农业 也应该依照税法规定 去缴纳耕地占用税 接着呢要给学员朋友们几点提示 就是我们在考试做题的时候 要注意辨析细节 第一点啊 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 是不缴纳耕地占用税的 这里呢农田水利设施 咱们刚才给大家分类的时候 农田水利设施属于农用地 而农用地咱们也属于大的耕地范畴 因此这第一项 等于你占用耕地搞的是为农业服务的水利设施 等于占用耕地 你搞的是农用地 农用地又属于大的耕地范畴里的 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二 占用农用地建设 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的 也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三 临时占用耕地 应当依照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纳税人在批准临时占用耕地期限内 恢复了所占用耕地的原状的 那他原来所缴纳的耕地占用税 要全额退还 因为他是临时的嘛 所以他交税也可以看作是临时的 现在恢复原状了 全额退还以缴纳的耕地占用税 所以给大家做了三点归纳 首先耕地 从归属上 包括了国有的 也包括了集体的 性质上 包括了耕地和农用地 占用行为 它的特征 就是非农业占用 这样方便我们大家 对耕地和耕地占用的理解 然后我们看去年考过的真题 企业占用耕地 其农用地 转用审批文件中 就没有标明建设用地人的 耕地占用税的那是人 是谁 是实际用地人 实际建设人 用地申请人 建设申请人 大家注意 咱们刚才给大家提到过 没有标明建设用地人的 那么我们要找用地申请人 如果根本就没有审批的 没审批他就把耕地占了 那个纳税人才是实际用地人 所以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题目要选择用地申请人 再看多选 根据耕地占用税有关规定 占用下列耕地或农用地 从事非农业建设 属于耕地占用税征税范围的 有哪些 这是以往年度的真题 果园 花圃 茶园 菜地 都要选 因为这里涉及到了 那些园地 农业 种植的 菜地等等 这些呢 如果占用了搞非农业建设 都是要缴纳耕地占用税的 下面呢 是第二组考点 税率 计税依据 和应纳税额的计算 耕地占用税呢 实行的是 四级地区差别幅度定额税率 对于 人均耕地不超过一亩的地区 每平方米 规定的税额是十元到五十元 给了一个幅度 人均耕地超过一亩 但不超过两亩的地区 每平方米呢 税额是八元到四十元 人均耕地超过了两亩 但不超过三亩的地区 占用耕地每平方米的税额六元到三十元 如果人均耕地超过三亩的地区 每平方米的税额 五元到二十五元 耕地占用税呢 它的这个税率 我们注意也有特点 在下面给大家归纳提示了一下 就是人均耕地面积越少的地方 它的那个规定的单位税额就越高 你看那个人均耕地不超过一亩的 和人均耕地超过三亩的 它规定的每平方米的税额 你看差别是非常大的 人均耕地面积越少了 单位税额就越高 另外我们也发现 它的这个幅度定额税率啊 每一级税额中最高单位税额 是最低单位税额到五倍 你看十元到五十元 最高是最低的五倍嘛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五元到二十五元 最高也是最低的五倍 类似于最高是最低几倍的 是以往年度考试 特别容易命题的地方 各地区耕地占用税的 适用税额 由于咱们刚才给大家看的 它是一个幅度税额 那具体你怎么去使用呢 由省自治区之下市民政府 根据人均耕地面积 和经济发展等情况 在耕地占用税法规定的 税额幅度内去提出 大家注意 省自治区之下市民政府 去提出 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 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 和国务院备案 同时还有一个限制性的要求 就是各省自治区之下市 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 平均水平 不得低于耕地占用税法 所付的各省自治区之下市 耕地占用税平均税额表 规定的平均税额 这里呢 实际上因为各省自治区之下市 比如这个省 它下面有好多个县呢 它可能各县人均占有耕地的情况 也不一样 所以它可能给各县 也要去划定相应的税率 但是在这里强调 你的各县 你可能税率情况不一样 但是你适用税率的 这个平均水平 不能够低于耕地占用税法中 给各省自治区之下市 耕地占用税平均税额表里面 已经给它规定的 那个平均税额 不能够低于 这个限制性的平均税额 接着 要给大家归纳的 是耕地占用税税率的 加征 提高 和降低 首先呢 我们要注意 占用耕地 税率的 加征 和提高 在这儿 如果占用 基本农田的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 耕地啊 有耕地 还有农用地 而基本农田 它本身是在测的 那些基本农田 占用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划定的 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的 耕地的 按照适用税额 加按 150%征收 这怎么理解 什么叫加按呢 就是如果你正常的税额是100 要说加按150%征收 就是我们征收的时候 就按150征 一定注意啊 不是加征 150% 而是说正常 但是你占用基本农田 我们对你征 就征150 加按按照 150%来征收 接着我们再看 如果占用的是 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的 在人均耕地 低于0.5亩的地区 这里人均耕地 本来就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 适当的提高 耕地占用税的 适用税额 但提高的部分 不得超过税法规定 适用税额的50% 这里提高也有度 咱们前边城镇土地使用税 是降低有度 提高报批 但是耕地这样税 这儿我们突然发现 它提高 也有个度 50% 那么这个50% 和前面那个加按150% 怎么个不同呢 刚才给大家举例子了 那个前面加按150% 就正常的 这个税额是100 咱们就 争它的时候 就要争它150 而咱们下面这个 提高 不能超过50% 就是如果正常的税额是100 我们对它征收的时候 要比100多 多多少呢 可以是110 120 130 140 105也行 145也行 但是最多 150 所以我写的是可征100 加上小于等于50的数字 这点和占基本农田 一步到位就直接 150%了 不一样 下面那个基本农田以外的 没有说直接一步到位 我就规定你必须 就交150 那你可以是120 130 140 当然也可以是150 因为他说最高不能超过 这100以外的50% 这样我们大家就理解了 咱们前边的 那个加按150征收 和下面的 我们可以呢 去提高 它的这个征收的比例 这个我们大家的注意区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占用农用地 税率的提高和降低 因为咱们刚才 谈的是耕地 后边还有农用地啊 农用地咱们前面也说了 什么渔业水溢滩图啊 以及林地啊等等啊 农用地 在人均耕地低于0.5亩的地区 省自治区之下市 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 适当的提高 耕地 占用税的 适用税额 但是提高部分 不能超过 税法规定 适用税额的 50% 哎那这里和咱们刚才说 那个占用耕地的 那个规定 啊 是一样的呀 人均耕地比较少的地方 我们去提高它的税额 在这看上去是一样的 但是后边有不一样的 占用农用地 也可以适当低于适用税额 但降低部分 不得超过50% 具体适用税额 由省自治区之下市 人民政府提出 报同级人大常委会 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 和国务院备案 这样我们发现啊 占用农用地 和前面占用耕地 不一样 咱们前面占用耕地 那税率只能提高 但是占用农用地 税率有提高的 也有降低的 而且这里降低也是有度 提高也是有度 这个度 都是50% 而且呢 占用农用地 降低适用税额的这个规定 是耕地占用税法的第12条 明确规定的 仅限于占用农用地 就是占用 原地 林地 草地 农田 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 渔业 水域 滩土 以及其他农用地 接下来我们来看 单选立体 在人均耕地 低于一定标准的地区 省自治区这家市 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 适当的提高 耕地占用税的 适用税额 但提高的部分 不得超过税法规定 适用税额的50% 该一定标准 指的就是人均耕地 不是说要低于一定标准吗 指的是人均耕地 低于多少呢 0.5亩 要选择选项B 耕地占用税的 计税依据 是纳市人实际占用的 属于耕地占用税 征税范围的土地 我们称之为应税土地 就是它实际的占用面积 实际占用应税土地的面积 包括了经批准占用的面积 和未经批准占用的耕地面积 税额计算 用纳市人实际占用的应税土地面积 为计税依据 然后乘以应税土地在当地 适用的税额来计税 而且耕地这样的税是占用的时候 一次性征收 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应纳税额就等于应税土地面积 乘以适用税额 如果要是占用基本农田了 咱们前面说占用基本农田 直接一步到位 加按150% 那么应纳税额就等于应税土地面积 乘以适用税额再乘以 百分之一百故事 下面呢 是打了三颗心的耕地占用税的税收优惠 高频考点 可以说每年必考的内容 学员朋友们要特别的仔细 首先 免征耕地占用税的政策 第一 军事设施 占用耕地 什么弹药库 打靶场 军事的铁路线 军用的 军事设施占用耕地 法定免交耕地占用税 第二 学校幼儿园 社会福利机构 医疗机构 占用耕地 也是法定 免交耕地占用税 这里呢 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的社会福利机构指的是什么 因为咱们以前考试啊 曾经考过说养老院占用耕地 有同学就不知道了 说我背的时候 知道有学校 幼儿园 医疗机构 还有社会福利机构 那养老院算什么呀 所以我们大家呢 你要细致 这里免税的社会福利机构 是指依法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 残疾人服务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 即救助管理机构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内 专门为老年人 残疾人 未成年人 及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 提供养护 康复 托管等服务的场所 所以呢 考试的时候 如果呢 他没有直接写社会福利机构 而是说养老服务机构 那你也认为他就是免税的啊 接着第三 农村劣势遗述 因公牺牲军人遗述 残疾军人 以及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农村居民 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 新建自用住宅 免征耕耕地占用税 细心的学员一定要注意辨细 前两项免征耕地占用税的 说的都是单位占用 你看 军事设施 军事单位啊 学校 幼儿园 社会福利机构 还有医疗机构 都这些单位占用 而第三个免税的是个人占用 而这个个人呢特别特殊 都是像烈士遗鼠啊 残疾军人啊 以及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 低保的那类农村居民 而且呢个人占用的是新建自用住宅 不能是经营用的一些房屋 在这是新建自用住宅 他自己住的免征耕地占用税 那下面呢给大家把刚才这三个优惠政策 强化归纳一下 刚才跟大家说了 三个优惠政策中前两条说的都是单位 第三条说的是个人 而单位呢涉及到一个强有力的 外带四个老肉病残 强有力的军事单位 强有力 老肉病残你看什么学校啊 幼儿园社会福利机构 还有医疗机构 所以一个强有力的带着四个老肉病残 那是单位免交耕地占用税的情形 而个人呢是农村居民中的残疾军人 已属低保 不超标的新建自用的住宅 刚才呢给大家讲解的是耕地占用税的免税规定 很重要高频考点 下面呢我们来看耕地占用税的减税政策 也是高频考点 首先第一 铁路线路 公路线路 飞机场跑道 停机坪 港口航道 水利工程占用耕地 减按每平方米 两元的税额 征收耕地占用税 减按 它就是要按照每平方米两元 就按照这个税额 去计征耕地占用税了 这个标准大家是要记的 那如果考试的时候 真的考你说 那个停机坪占用耕地多少 让你算耕地占用税 它不给你单位税额 你也得知道每平方米两元 在这呢我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铁路线路 公路线路非常跑道停机坪 港口航道 我们一看 这是铁路 航空 水路 他们的运输基础设施 等于呢 我们这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它占用耕地 有优惠照顾 这运输你看 真的铁路啊 水路啊 航空 它这三个方面都包含了 而且呢 都是基础设施嘛 接着呢 就是有一些学员 看了以后有疑惑的 水利工程占用耕地 有同学说我们刚才 刚说过好像 说是不交耕地占用税 这怎么又交了呀 到底 它交不交啊 咱们前面说 不交耕地占用税的 是农田水利工程 有农田两个字 在这儿没有农田两个字 那咱们前面农田水利工程 它是为农田的农业服务的嘛 直接那个就是农业设施了 而在这里没说农田两个字 它就不属于农业设施 那我们的水利工程 它有可能还是为了 咱们这里的城市啊 还有区域之间的一些水利工程 它不是为了农业农田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它没说农田两字的 减按每平方米两元的税额 征收耕地占用税 如果带农田两个字的 农田水利工程 根本就不交耕地占用税 接着第二 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 占用耕地 新建自用住宅 按照当地试用税额 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 其中农村居民 经过批准搬迁 他搬迁 他搬迁之前 原来他有宅基地 有住宅 现在搬迁了 原来的那地方就交还了 他搬到新的地方去了 新建自用住宅 占用耕地 不超过原宅基地面积的部分 免征耕地占用税 同时我们大家也要注意啊 耕地占用税的减免啊 如果纳税人享受了减免优惠以后 改变了原来的占地用途 改变以后 他就不再属于免征减征 耕地占用税情形的 那就应当自改变用途之旗的30枚 去补缴 耕地占用税 因为给他减免 是因为你占用耕地有符合优惠政策的用途 现在你改变用途了 不符合优惠政策了 就要补交耕地占用税 补交的时间 是改变用途至起30日内 下面呢给大家归纳和详细讲解 刚才关于这个减征的政策中 我们写了 铁路公路线飞机跑又停 港口航水率两元寄得清 这口诀告诉你 每平方米两元 就减按这个优惠的税额来寄税 接着就是农居建自用 标内减半征 搬迁增面积 原面积免征 在这儿我们看啊 搬迁以后 是这个大的方形 这个整个外圈大的方形 而经批准搬迁不超过 原宅地面积的部分 这里面那个小的长方形 没超过原来宅地面积 超过的部分 依然属于标准内 新建自用住宅 减半征收 更地占用税 而且这是农村居民 农村居民有这个政策 接下来给大家更详细的提示 就是刚才的这些税收优惠啊 考的时候会考得非常细 在这儿提示大家 军用机场跑道和停机坪 军用港口占用更地属于免税范围 是属于咱们免税里的军事设施 占用更地 但是民用机场跑道和停机坪 民用港口占用更地属于 减税范围 减案每平米两元 这个要注意区分 第二 刚才说过 农田水利用地 包括农田排罐沟渠 和相应的附属的设施用地 与咱们刚才那个简征的水利工程用地 不是等同概念 那个农田水利用地 本身它就属于农用地范畴 占用更地建设 农田水利设施 根本就不交更地占用税 但是水利工程占用更地 是减案每平方米两元 来缴纳更地占用税 接下来 就是我们前边 讲免税政策中 免税的学校 具体范围 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 大学中学小学学历性 职业教育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像农亚学校这样的 以及由国务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和省级人民政府 获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批准成立的 技工院校 但大家注意 学校内经营场所 和教职工住房占用更地的 这个可不免 按照当地试用税额 要缴纳更地占用税 这个要特别细致 就学校里面如果 有教职工住房占用更地了 那那块地 不能免更地占用税 接着就是免税的医疗机构 具体范围呢 是限于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批准设立的医疗机构内 专门从事疾病诊断 治疗活动的场所 和配套设施 但医疗机构内 职工住房占用更地的 那个可不免税 要按照当地试用税额 缴纳更地占用税 不免的你一定要注意 职工住房 教师住房占用更地的 都不免更地占用税 接着减税的铁路线路 突出公用的特点 刚才咱们说的铁路线路 减税的 它突出了公用的特征 具体减税范围呢 限于铁路路基 桥梁寒洞隧道 及其按照规定 两侧流地防火隔离带 但是呢 如果是专用铁路 铁路专用线占用更地的 那个就不能减税了 要照章纳税了 专用比如说 我们自己企业的专用线 你不是公用的 那你占用更地 要照章缴纳更地占用税 接着第六 减税的公路线路 也有范围限制 这个公路线路 限于经批准建设的 国道省道县道乡道 和属于农村公路的 村道的主体空城 和两侧的边沟 或者节水区 如果是专用公路 和城区内机动车道 占用更地的 那可不能够减按两元征税 而是按照当地适用税额 去缴纳更地占用税 这里的专用公路 就是企业自己专用的 还有就是城区内机动车道 占用更地是不能够 享受更地占用税减税政策的 这个都是特细致的考点 大家要特别小心 给大家做一下归纳 铁路 如果是铁路 军用的免税 非军用 非专用的 它不是军用的 也不是某些企业专用的 每平方米两元纳税 非军用 专用的 就是某企业我们自己专用的 照张纳税 没有优惠 第二 公路 军用的免税 非军用 非专用的 每平方米两元纳税 非军用 专用公路 和城区内机动车道 照张纳税 水利用地 军用的 不争 非军用的 每平方米两元纳税 学校 以及医院 教育医疗设施免税 教师职工住房 照张纳税 这是咱们前面 细节的考点 学员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把握 我们来看2022年 考过的多选真题 下列占用耕地的行为中 免征耕地 占用税的 有哪些 问你免税的 选项A 军事专用通讯线路 占用耕地 这个军事设施 占用耕地 免税 选项B 城区内 机动车道 占用耕地 这个不免也不减 照张纳税 选项C 公办高中 教工住房 占用耕地 不免也不减 照张纳税 选项D 公办医院 住院大楼 医疗设施 占用耕地 免征耕地 占用税 我们要选择A和D 再看2021年的真题 下列项目占用耕地 需要缴纳耕地 占用税的 一说缴纳 这肯定不免 要么 它整个没有优惠都交 哪怕 有减征 它也是缴纳了呀 它少交 它也是交了呀 我们大家看 机场跑道 有减税政策 但是 减税 它也得交税呀 它只不过 不交那么多而已 它问你的 是需要缴纳 那机场跑道 需要缴纳 每平方米两元嘛 均用靶场 这个不需要缴纳 法定免税 铁路线路 每平方米两元 需要缴纳 港口码头 每平方米两元 需要缴纳 所以2021年的这道题 我们要选择ACD 我们再看单选 某农户 2021年3月 经批准占用耕地 1000平方米 其中900平方米 用于 种植花卉 它占用耕地 900平方米 种植花卉 这属于 原地啊 苗普啊等等 也属于农用地 所以这900平方米 根本就不需要 去计算缴纳 耕地占用水 但是我们看 剩余100平方米 用于 非搬迁 新建自用住宅 他自己 自用住宅 新建的 因为这农户啊 当地 耕地占用税 适用税额 每平方米25元 该农户 应缴纳 耕地占用税多少呢 他种花的那一部分 不需要 交耕地占用税 他那个新建 自用住宅的 减半征收 耕地占用税 100平米 乘上每平米 25元的税额 再乘上50% 然后 我们能够选择 选项B 再看一个单选题 以下占用耕地 减按每平方米 两元税额 征收耕地占用税的 是哪一个 选项A 专用铁路线路 占用耕地 这里说的是专用 军事专用的 那是免税的 非军事专用的 是赵张纳税的 非军事非专用的 才是每平方米 两元 所以选项A 可不是每平方米 两元税额 选项B 城区内 机动车道 占用耕地 这个 也不能按每平方米 两元 这是赵张纳税的 选项C 水利工程 占用耕地 每平方米 两元 农田水利 设施 债用耕地 这个不交 所以我们要选择 选项C 下面呢 是耕地 债用税的 征收管理 耕地 债用税的 征管机构呢 是税务机关 税务机关 负责征收 而且呢 是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耕地债用税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 的规定 来执行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大家呢 要注意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它的一般规定 是纳税人收到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办理 占用耕地 手续 书面 通知的 当日 这儿我们注意 正常情况下 耕地 占用税的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收到 办手续 书面通知的 当日 第二 是特殊情况了 未经批准 占用耕地的 没经批准 他就把耕地占了 那这个时候 没经批准 没人给他发通知啊 所以 耕地 占用税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是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 认定 纳税人实际 占用耕地的当日 第三 因 挖损 采矿 塌陷 压占 污染 等 毁损耕地的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自然资源 农业 农村 等相关部门 认定 毁损耕地的 当日 所以在这呢 我们看有几个 是认定的 都是未经批准 或者 他毁损的耕地 都是认定 强调认定 这词 接着 第四 纳税人 改变 原 占地 用途 需要 补缴 更利 这样 说一 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 为改变 用途 的 当日 那么具体来看 经批准 改变 用途的 纳税 义务 发生时间 是纳税人 收到批准 文件的 当日 这是经批准的吗 未经批准 就改变 用途的 纳税 有 发生时间 为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 认定 纳税人 改变 占地 用途 的 当日 所以我给大家 后边归纳 提示了一下 经批准的 都是收到 批准 文件 这个 当日 未经批准的 是认定 改变 用途 的 当日 接着 就是纳税 期限 三十日 纳税人 应当 自纳税 义务 发生 之日 起三十日 内 申报 缴纳 耕地 占用税 对于 纳税人 改变 原占地 用途 不再属于 免征或者 减征的 情形的 应该 自改变 用途 之日 三十日 内 申报 补缴税款 补缴税款 按照 改变 用途的 实际 占用 耕地 面积 和改变 用途 那个时候 当地 适用 税额 来计算 纳税 地点 属地性 很强 耕地 所在地 申报 大税 接下来呢 又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叫 复肯 退税 指的是什么 我们看 第一 纳税人 因建设项目 施工 或者地质 勘查 临时 占用 耕地 临时占用的 应当 按照规定 缴纳 耕地 占用税 你临时占用的 你得先把 耕地占用税 交了 由于他是临时的 他本身这个项目施工 临时勘查 业务做完了 纳税人 在 批准 临时 占用 耕地 期满 之日起 这临时 占地 可能 他批准啊 咱们批准 就是说 你这个临时 占半年吧 或者 占两年吧 临时 到期了 半年到了 两年到了 从到期 之日起的 一年内 到期 之日起的 一年内 干什么呢 依法复肯 恢复原来 种植条件 因为你搞施工 勘查 你可能把这个 耕地都给挖了 挖的不具备 种植条件了 上头又有好多石头 挖了好多坑啊 洞啊 现在 你给他恢复 种植条件 全额退还 以缴纳的 耕地 所以给了他一个期限 就是批准临时 占用 耕地 期满 制止 其一年 这么一个期限 他复肯 恢复 种植条件的 以缴纳的 耕地 占用税 是可以全额 退还的 所以呢 我们大家呢 在这 看一下 我给大家提示 这个临时 占用 耕地 我刚才说了 可能六个月 可能两年 他指的呢 就是经过 自然资源主管 公文批准 在一般不超过 两年内 临时使用耕地 并且他没有修建 永久性建筑物的行为 他临时的在这 勘测 挖一挖等等啊 接着我们再看 因挖损 采矿 塌陷 压占 污染 等毁损耕地 属于税法所称的 非农业建设 你等于这个 你把这耕地毁了 也等于 你搞不了农业了 这个也要按照规定 缴纳耕地 占用税 自自然资源 农业农村 等相关部门认定 毁损耕地之日期的 三年内 如果他依法 复肯或者修复 恢复了 种植条件的 我们也可以 把他缴纳的 耕地占用税 全额退还 但是在这儿 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复肯修复 恢复了 种植条件啊 咱们才能够把他 交的税 退给他 下面我们来看 单选例题 下列关于 耕地占用税 征收管理的表述中 符合税法规定的 是哪一个 选项A 耕地占用税 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负责征收 这个肯定不对 那税务部门 负责征收 选项B 占用耕地的 个人纳税人 应在其户籍所在地 缴纳 耕地 这个也不对 应该是耕地所在地 选项C 纳税有发生时间 为纳税人收到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办理占用耕地 手续通知的 次日 不是次日 是当日 选项D 未经批准占用耕地的 纳税与务发生时间 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认定 其实际占用耕地的 当日选项B 正确 我们再看 一个多选题 下列关于 耕地占用税的表述中 正确的 有哪些 选项A 建设直接 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生产设施 而占用农用地的 不征收 耕地占用税 这个是正确的 选项A 选项B 耕地占用税的 纳税与务发生时间 为占用耕地的当日 好多同学看到这句话 都觉得是对的 但这句话是错的 耕地占用税 纳税与务发生时间 是收到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办理占用耕地 手续的 书面通知的 当日 选项C 纳税人应当 自纳税义务发生 之日起三十日内 申报缴纳 耕地占税 这个证据 选项D 纳税人在批准 临时占用耕地 期满 之日起 三年内 依法复肯 恢复 种植条件的 全额退还 以缴纳的 耕地占税 这个不是三年 一年内 那三年 那不是临时占用耕地 那是什么污染呀 压占呀 等等啊 它不是 咱们所说的 什么 勘测等等 临时占用耕地 那临时占用耕地 说的是 一年内 所以这道题 正确的选项 是A和C 下面呢 给耕地占用税 做一个小结 本税种啊 重点内容包括 首先 具体的征税范围 就是耕地包括什么 占用耕地的行为 指的又是什么 另外 税率规则 再有就是耕地占用税的 计税依据和税额计算 税收优惠 是重中之重 这个特别重要 另外 就是耕地占用税的 征管规定 此外呢 耕地占用税 和其他税种的关系 我们大家也要注意 你把这个关系理顺了 后面呢 做一些主关题 你就容易下手了 就不至于到那 就手忙脚乱啊 一个就是与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关系 那是人新征用的耕地 自批准征用之日期 满一年的时候 开始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是人新征用的非耕地 自批准征用的次月期 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接着就是耕地占用税 和土地增值税的关系 我们下一章就要讲到 土地增值税了 耕地占用税呢 是需要计入房地产开发成本的 成为我们下一章 计算土地增值额的时候 可扣除的因素 接下来给大家归纳 咱们这一章两个土地税 做个简单比较 我们刚刚学过的耕地占用税 开征的区域就是有耕地的地区 纳税的特点就是占用者 纳税环节是占用环节 一次特征 而城镇土地使用税 开征区域是城市县城 建置镇工矿区 纳税人呢 是土地使用权的保有者 或者说持有者 纳税环节是他持有 或者保有土地使用权期间 按年计算分期缴纳 所以城镇土地使用税 可不是一次性缴纳 年年都要教 耕地占用水是占用的时候 一次性课征 又到了我们的花间墙时间了 这位学员呢叫做 骑着大鹅去赶路 他说 不负春光不负己 愿所有考试的小伙伴们 坚持到底 顺利通过 路随远 行则至 祝福 骑着大鹅 去赶路 也祝福所有的考生 各位 东奥会计在线的学员 我们之前学过了 一二三章 和六七八 以及本章第九章 我们CPA税法一共十四章 我们学完了七章了 我们走过了CPA税法基础班 百分之四十八的行程 路随远 行者将至 我们继续加油 继续前行 学员朋友们复习备考辛苦了 谢谢大家